这两个地震应该是从伤亡情况来说都不会太严重的 原来那个地震正是中等强度 它是6.4 那么爱理说这么一个地震对应的力度大概是在7到8度 那么由于考虑到那个6.4地震震源比较浅 是8公里 所以可能震静力度会达到8度 但是它离这个县城跟其他城镇相对有一点距离 那么TTS这个地震它从能量角度比云南要高出30倍 应该是强度是随于大地震 但是那个地震也是处在一个相对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 而且那个地震的深度是达到了17公里 那么深不深的 对于震中的这个力度相对来说会减弱 但是它的影响范围 有改范围可能会大一些 所以它这个力度可能会达到9度 所以从这样两个地震来看 总体上来说 它们的这个造成的这个阶害 省市应该相对来说比其他同级别的地震要弱一点